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忽然就想到了我的前一段婚姻 如果一件事情特别可笑或者可恨 可能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吧 直到几年后的今天 我都能清楚地想起我提离婚的时候 前夫李斌脸上的表情 还有他的强词夺理 说来也可笑 我和李斌的婚姻只维持了两个月 他和他妈妈后不后悔 我不知道 反正我一点都不后悔 如果当时我妥协了 现在和他一起把日子过成鸡飞狗跳的人 就是我了 我提出离婚 是说他欺骗了我 让我俩之间没了基本的信任 可他却和我扯皮 说一开始和你说这件事情 你会同意吗 如果你本来就不同意 那明明就是你小心眼想离婚 为什么要把责任推给我 我和李斌是工作中认识的 我和他之间有一个项目对接 所以相处时间就多了起来 那时候我刚换工作 算是跨行了吧 刚好赶上一年中 公司业务量最多的时候 所以老板就让我赶鸭子上架 直接负责了一个项目 我真的是手忙脚乱 各种出错 这要是换成大多数和我对接的人 要么要挑子 要么就和我吵起来了 毕竟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还容易赔钱 但李斌真的很有耐心 他手把手教我 愣是把我从一个基本上 啥也不会的人 变成能熟练对接的人 也正是在这样的相处中 我俩互生情愫 我真的觉得他很好 比身边任何人都好 更别提这个在工作中认真 负责的人 生活中居然也很精致 一个大男人 能把宿舍弄得井井有条 而且还有一手好厨艺 都说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这句话 其实对女孩子同样适用 我算是彻底被他吸引了 我俩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我才知道 李斌除了日常工作之外 其实还在做一份兼职 就为了多一点收入 贴补家用 他说 自己爸妈都是农村人 没多少本事 自然经济条件也不好 辛苦拉扯他长大 他一定要努力 这样以后才能让父母 过上相对好一点的日子 这番话 让我对他更是心疼不已 比起他来 我的家境 让我从小就对钱没啥概念 我家谈不上大富大贵 但还真的用不着我为钱发愁 知道了这些事情后 后来我俩相处中 我都尽量承担各种开销 他只要对我好 偶尔给我一个惊喜 只要是心意到了 我就很满足 恋情稳定后 他带我见了公公婆婆 因为早年辛苦操劳 李斌爸妈其实年龄不算大 但看上去真的比我父母要老了许多岁 两人对我很满意 一个就说委屈我了 以后肯定会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他爸妈这边没有问题 也就剩下我爸妈这边了 我爸妈一开始肯定是不同意的 他们虽然没准备让我嫁入豪门 但这样的条件自然担心我是委屈 不过大多数父母都是拗不过自己孩子的 我到底还是说服了我爸妈 自然了 李斌的言行还是很得体的 我爸妈对他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可的 总之我爸妈同意了 然后结婚就提上了日程 谈婚论嫁很顺利 双方都是奔着促成这桩婚事去的 财礼五万 婚房我家来买 算是陪嫁 婚礼双方共同承担 定下婚期之后忙着筹备婚礼的事情 一开始我们说好 等婚礼之后再去领证 但在筹备婚礼中 李斌一个就提出先领证 我虽然有点狐疑 但思来想去也没什么地方不对劲啊 所以我就相信了他所谓的 想早点让我成为他妻子的说法 在他再三催促下 我俩在他生日当天领了证 我爸妈知道后还说了我一通 但同样没有想到有什么大问题 要不是李斌妈妈见我们领了证 觉得煮熟的鸭子不会飞了 实在是藏不住喜悦之情 把事情说了出来 我可能就要在婚礼上 在台下都是双方亲朋好友的情况下 骑虎难下了 因为婚庆这些事情比较琐碎 我一边工作一边弄这些事情 真的有点忙 所以在谈婚论嫁之后 我就没见过几次婆婆 只有的几次见面 除了觉得婆婆胖了一点 也没别的感觉 我以为是儿子要结婚了 他心宽体盘而已 后来婚庆这些终于弄好了 我再次跟着李斌回了一趟婆家 主要是为了确认下 婆家最终确定来多少人 我和李斌可以准备请柬 有时候想想 也幸亏这次我过去了 也幸亏李斌妈妈没有忍到最后 我在吃晚饭的时候 终于没有忍住好奇心 多嘴问了一句 问李斌妈妈最近好像胖了不少 婆婆笑着说 反正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 我也就不瞒着你了 我们本来是计划在婚礼上说 双喜临门的事情 多喜庆啊 我有点莫名其妙 觉得长胖了 怎么就成了双喜临门呢 但事实证明 我太单纯了 当李斌妈妈说出自己怀孕的时候 我脑子直接就蒙了 她说了什么 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缓过神来的我就一个想法 我被骗了 是的 我觉得我被骗了 李斌家里这个情况 李斌妈妈这个身体条件 真的不适合再要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要是生下来 以后肯定就是我们的负担 说白了 李斌一家不就是这么打算的吗 不然为啥催我领证呢 我努力压住火器 和李斌分析了利弊 我说 你能劝你妈妈留掉这个孩子吗 她表示不可能 说妈妈这肯定是个女孩 她就想要个女儿 既然孩子来了 就是缘分 一定要留下来 说我理性也好 冷血也罢 我真的没办法和李斌感同身受 我就是觉得 她欺骗我 利用我 居然还想在婚礼上 让我们一家人尴尬 我直接就提出了离婚 说 离婚吧 婚礼没了 李斌很不理解 说我太小心眼 太计较 我说 现在的问题 不单纯是你妈妈怀孕的事情 是你明知道这孩子生下来 肯定会和我们有牵扯 你一门心思催我领证 却没和我说实话 她一脸嘲讽说 我一开始就和你说 你会同意和我继续下去吗 我气笑了 没错 就算她一开始和我商量 我也不一定会同意 但无论如何 都比她明知道我不同意 还要来欺骗 利用我来得好 最后 我俩还是离婚了 两个月的时间 结婚证变成了离婚证 她说我小心眼 我觉得她虚伪 我俩谁也没有说服谁 离婚后 我知道 她妈妈还是生下了孩子 她后来也结婚了 但目前来看 我的生活温馨惬意 她的生活 一地鸡毛 所以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其实 是我对了 你们说 是不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